来关心今天在立法院另一个焦点 12年国教政策突然大转弯 原本教育部坚持不排富 不过昨天其政院长江仪化 亲自找教育部长蒋伟宁沟通之后 拍板定案高中排富 家庭年所得114万元以上需要付费 高职则是不排富全面免学费 政策又逆转 今天蒋伟宁亲赴国民党团大会说明饱受批评 教育部长蒋伟宁嫌命特别来到国民党团大会 说明12年国教 不过两天前蒋伟宁信誓旦旦不排富 一夕之间却转弯 尽管蒋伟宁双手核实 低姿态拜托党团支持 拦赢立委还是不买单 而政策变来变去变来变去 到最后又说高中排富 你这样子的话 不但是教育部被你行政院打了一个大巴掌之外 立法院也被你行政院打了一个大巴掌 但目前维持是没办法啦 我们看看他怎么解释 我们看他怎么解释好不好 也要有一点对 12年国教排不排富急转弯 这是行政院长江一化和蒋伟能沟通之后 拍板定的案 高中排富 家庭年所得114万元以上需付学费 受贿人数约12万人 高职则是全面免学费 受贿人数36万人 预计高中排富一年可省下30亿元以上的预算 行政院跟总统这边有进一步的指示 我想我们也就充分的交换意见 沟通意见以后 也尊重他们所做的一些建议跟决定 这是一种妥协吗 我想这个不能 我想在内阁里面 我想不能用妥协来看待这个事情 高职的部分就是全面免学费 高中的部分就是用 现在的规划是114万 这一个排富的观念在做处理 沿路114万来讲的话 你是不是严重的在惩罚 所谓的双薪的中产阶级 我们不要打中脸充胖子 不适宜的政策能够朝廷夕改 我觉得行政院应该给予支持跟鼓励 12年国教 政府最后还是以财政拮据 做出排富决定 只是决策过程的举期不定 已经让学生及家长团体失去信心 新台湾以来电视综合报导